聖誕快樂 各位 剛才唱歌名詞的時候 為什麼真的走得那麼習慣 我一見到鄧小巧 近年一同在台上唱歌 遠距離望到她的身影 可能真的有十幾年的關係 就是我們這個美詞戰友的關係 還有那首歌的歌詞 都是小巧寫的 很誇張 每一粒字都是講我們的過去 也是一種展望 就是接下來無論過多年 都可以繼續做美詞 繼續做朋友 因為人越大真的有不同的 會有些過客出現 人生的過客 或者朋友都會 原來沒有以前那麼熟落 但是小巧 其實加上Joyce和Mac 是很難得的過了這麼多年 都仍然是交心到 仍然是可以保持得到的朋友 所以其實我都知道出事 美詞為何要找他來 搞到普天同慶的聖誕日子 搞到我都哭了 之前那兩場哭 不是因為嘉賓位 之前那兩場哭是因為 因為什麼 有沒有哭過 有的 有的 因為做這個show是辛苦的 真心說是 因為戶外show有很多東西籌備 還有我做了一個市集 我做了一個 其實不是只做一個演唱會 我做了一個音樂制出來 除了有音樂會 其實下午有一個market 是有香港一些不同的小店 一些品牌 去一起在那裏擺檔去賣東西 其實每一個單位 是逐個逐個談回來的 即是有些是 有一些cross over product 是這次限定的一些產品 其實我想過籌備這件事 都有大半年 全部自己談的 有些是近年認識的朋友 然後聊聊聊 不如一起來玩 但全部都以不用詞 陪我幫我看 booth 我有個自虛紀錄的檔口 去幫我看著 連家人都出動了 所以我是有很多餐飯要還的 就是完了這個之後 我下年要繼續還債 剛剛見到你都很感觸 為什麼會說 當時曾經以為自己不喜歡表演 因為我和小巧和阿祝有談過這件事 我也有想過 沒有他們那麼喜歡唱歌 或者沒有那麼喜歡表演 因為他們說他們無限場都可以 但可能我太理性 我就會想 如果你做這麼多場 你的聲音能否符合到 但原來這次 其實是我人生第一次 做連續三場的演唱會 雖然我也入行了十幾年 但原來我之前做的表演 是一場的 紅館是一晚 有些StarHawk的表演 上年那個是兩晚 這次是第一次三晚 其實原來反而是不夠後 我就開始感受到他們 我那種說 原來你是 只要你是喜歡舞台 或者有觀眾給你力量 的話 你是會想無限延伸 將舞台的時間 我是不捨得的 今次是我第一次 真的會不捨得一個舞台 或者不捨得這個合作的團隊 我們剛才在台上拍一張打合招 一個幾個人的公司 變成了百幾二百人的一個團隊 其實是很難得的 所以我很想多謝他們 所以剛才講credit是講得多久的 是 是 是的 但是每個打工仔都應該明白 但是我對我的同事應該都OK的 就不算有很多老闆的面 但是 我想 那我跟剛才在台上講 我想在聖誕有一個這樣的show 其實是希望大家在開心地離場 帶著這份warm 帶著這份開心 去迎接2024 是 其實他有送了花花給我的 是的 那我都覺得 就是他 他有跟我說 他都搞哭了我的 其實因為他在那些訊息上 他都會說 就是 是的 就是我們有些知道的密碼 我們有些coding 就是他都是永遠都 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在support著我 那我都 其實我是想跟他下個挑戰書 在這裡 我希望呢 下年2024 我可以跟他一起玩跳唱 我現在走了過去 跳唱那邊 走得很前 我覺得 你沒試過跳這麼多 其實我人生沒有試過 做這麼久連續的運動 就是 我現在 其實我瘦了也有20磅 不過 還有得瘦的 只不過是 之前那20磅 是不應該要有的 但是 今次 希望可以保持久一點 不要經常被人感覺 容易胖容易瘦 這樣 今次也有努力 有營養師幫忙 有gym的教練 今天教練也有來到現場 那 還有我覺得跳舞也是有幫助的 那我希望 和Joyce一起減肥 跳舞 會不會是你們兩個 開一個show 那樣去做battle舞台 給大家看 給大家做評判 他一定罵我 他一定罵我的動作 跳得不夠好 但是 你有信心現在其實是好過他嗎 我有信心 我要教他哪些動作 要怎麼做 我覺得自己很威 你能挖到自己喜歡什麼舞種 都是真的跟舞種有關的 我發現原來有多些力量的動作 我自己做得 會搓一點 那種搓是希望大家觀眾都受樂 我見尖叫聲 和他們都站在身 應該OK的 是 其實我昨晚 我忍不住自己 想看回我們的錄影 我都覺得 你試戀的 挺好看的 我都看到凌晨5點 還有覆蓋IG的訊息 很多朋友都留了訊息 我不想錯過這些故事 所以都逐個逐個看 但是今天都夠力的 我今晚都會再覆覆一些訊息 多謝大家來現場 每一張票都得來不易 多謝大家聖誕陪我過 我知道很多朋友飛了 很多朋友 大部分的朋友 我都知道是去日本 現在香港人走 但是 多謝留得低在這裏 都是有愛的 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多謝大家 還有你今次倒數 你又錯過了 又錯過了 什麼 我們一起倒數 倒數? 以後不要再叫我倒數了 不是 其實我正在來 我要幫一個活動倒數 我希望到時候 準一點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每年都倒數不到 我還未有什麼問題 你以前沒有提標 不是 我本身在想 還有一分鐘 淡定 一分鐘應該爽身 可以再說多一會 所以說多一隻 我的新碟先 說多一會 誰知道我的同事說 同兒子 在耳朵裡說 到了 然後我說 Merry Christmas 到了原來 這樣 倒數這些下次不要搞 或者 這個是一個傳統 許承鏗總之就是 永遠都是倒數失敗的 一個人 不知道 會不會再出現多次 開租倒數 開租倒數 對 下次可能倒數 一些其他節日 復活節都可以倒數一下 我不知道 生日倒數 對 都好 找一些不同的場合來倒數 再考一下 我看倒不倒數 好了 為什麼我們話題去了這裏 好 OK OK 多謝大家 生日排浪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